柯文哲你買這塊地不可能不知道 出一千五百萬 對不對 柯文哲是金打細算的人 他會不知道拿一千五百塊買一塊地 他認為大家不會知道 因為他是五個人合買 可以把前面四個人推到前面去 我不知道 我是受害者 受害者 那你現在呢 最難忘的男人就是徐青煌 沒有 你要當正義魔人 你要把他敲掉 而且我告訴你 我們以前在部隊演習 我們去壓人家的田 我們被罵死 為什麼 你把我的好田壓實了 那個不好種 所以我們還要幫阿兵哥去幫他 把那個土弄鬆 要爬鬆 不然他說你這樣壓下去 我明年沒有辦法播種 我們還去幫他爬 你覺得他那個柏油路 會去把他刨掉嗎 不可能的 一個月六萬塊 不可能他要告訴你 這是農用的 對 他就說反正那就補稅 就補稅嘛 不是補稅 你是嚴重傷害台灣農地的一個管制 這是特地農業區 這是良田 這是耕地 你把耕地變成停車場 你把耕地壓到種不出東西來 你還說你疼惜農民 所以柯文哲這件事情不是繳稅 你要實實在在的跟所有農民 換言之如果他買這塊土地 養地到後面 真的讓他都市計畫成功 變更成功的話 那塊地就是標準的農地變建地 土地變黃金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那塊地 大家在看的時候 會覺得會懷疑說 你是不是養地的意味比較重 所以你去找一塊 價格比較便宜 但是如果一旦翻身之後 變都市計畫過後 他的身價就變長很多 然後今天你知道有網友 因為他不是去酸人家賴皮療嗎 那你知道今天有網友到我臉書上面來 把柯文哲的這個田改成說 像這樣用AI做的田 上面有這個遊覽車 然後旁邊是田 然後他們取了一個名字叫做柯皮田 柯皮田 柯皮田 也就是你要這樣去酸人家 對不起 同樣的酸也會回到你身上 因為你本身自己在居住正義 這四個字上面 你也沒有做好 應該說這件事情在地方已經流傳一陣子 只是當時在地方上面 大家都沒有特別想要出來提到柯文哲 但是看不下去的人為什麼越來越多 因為很簡單 柯文哲 第一個七月十六號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影響 他是不是參加了一場居住正義大遊行 而發起那一場居住正義大遊行 有一個人叫做黃國昌 黃國昌也加入了台灣民眾黨 現在變成部分區立委的人選 對不對 所以當這一系列事情發生的時候 大家就會想說 那你柯文哲自己做的有符合居住正義嗎 再看柯文哲在前一陣子 因為賴清德老家的事情 他一直在拉高這件事情是掉掉 對不對 講說這違建的問題 那所以柯文哲自己在於居住正義 這一塊 看不下去的人就越來越多 再加上柯文哲在十二月八號的時候 還開了一個記者會 這記者會 鄭大哥你知道他講什麼嗎 他在談說 我們要維護台灣的糧食的戰略安全 所以我們要守護農地 守護農地是這四個字 是柯文哲那個記者會的主軸 所以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掛在柯文哲名下的這個農地 對這個農地是柯文哲跟另外四個人共同持有的 但是各位看一下 這個像不像是農地上面應該有的狀況 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各位現在看到這一張照片上面 前面那個是柏油地 他是柏油路面 柏油路面上面的停滿了遊覽車 那這塊地就是柯文哲所持有的這塊土地 那各位去想一下農業農務用地上面 有漲遊覽車的狀況正常嗎 不正常 上一個農務用地長出Toyota 然後長出你上的是誰 你知道嗎 就是黃國昌 黃國昌的土地農務用地 上面停車場上面長出這個 這個我們講說你上Toyota 這一次柯文哲人家講說果然是一家人啊 就黃國昌的長出Toyota長出你上 但柯文哲的長出遊覽車更大台 對不對 那這塊地怎麼證明是他的 來各位這個是柯文哲 在二零一二零一五年的財產申報 二零一五年財產申報的時候 柯文哲這邊就有申報一筆 這個農務用地 然後呢是兩千三百零九平方公尺 然後過戶時間是在九十七年 就兩千零八年的九月二十二號的時候 然後各位再看喔 這個是屬於土地騰本 新竹市隆恩段 然後一三二零號地號 這個一三二零號地號 面積一樣是兩千三百零九點四億平方公尺 過戶時間也一樣是在九十七年九月二十二號 持有人就是柯XX 柯欣欣 所以到此我們可以確定說 這一塊土地呢 我們經過調查之後 這塊土地確實是柯文哲所持有 他是農務用地 然後他的地號是新竹市隆恩段一三二零號地號 好那再來這個地還有地方很特別 我們把榮恩段一三二零號地號輸入進去之後 發現這個地方叫特定農業區 那跟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什麼叫特定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就是政府認為說 你的茶比較好 你這塊是良田好的田的時候 為了要保護他 免得輕易被變更或都市計畫走 所以他的限制會變多 所以他叫特定農業區 那既然叫特定農業區的話 好今天柯文哲講了一件事情 他說我補稅就沒事了 我不會賴皮啊 錯了 這句話本身就叫賴皮 為什麼 因為當你是特定農業區的農務用地的時候 你的用途就算去申請 就算你補稅 你也不能當停車場使用 你不能當停車場使用 各位回到原始第一張圖 請把上面的柏油拆光好不好 請把上面的這車移走好不好 這是柯文哲真正要面對的事情 你要回到最原始的農 特定農業區農務用地的使用 你就是不能當停車場 他這個把它鋪成柏油的這個地面 然後租給遊覽車當停車場 這多久啊 這個齁 鄭大哥問到重點 在這個地方 我們給大家看空照圖 這個地方 第一個他鋪上柏油的時間 我們有調查過後 他鋪柏油的時間其實很久 這個是2008年 柯文哲買那一年的狀況 所以等於他買的那一年 看起來是已經有畫 這塊土地在這裡 這邊已經鋪上了柏油 然後他有畫這些隔線 然後所以有車停在裡面 所以等於柯文哲買那一年 已經有柏油了 有鋪上隔線 然後這上面看起來 柯文哲的前一手 應該是用這個狀況賣給他 所以空照圖長這樣 這個是2008年10月20號 那他是9月22號時候買的 好那再來 換句話說他買的時候 他是買農地 可是人家已經都鋪柏油了 對就他買的前一手 那個人已經是違法在使用 然後他們去給人家買下來 然後再來第二個 我們給大家看這個為什麼重要是在於說 那大家會好奇一件事 那請問剛剛看起來都是停轎車 那他應該跟黃國昌停車場一樣 他就是農木用地 結果種出泥桑 種出TOYOTA 那為什麼現在種出遊覽車 因為很簡單 變更過使用 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是2001年的時候 2001年5月的時候 空照塗照的狀況 因為在2020年的時候 應該是有新的陳租方 跟柯文哲他們租 所以呢 他那個土地整理了之後 把上面那些隔線都劃掉了 那些隔線他可能就把它塗掉了 重新用可能用柏油再把它壓過去 壓過去之後呢 所以各位看 這一塊土地上面 剛剛我們所看到一格一格的 那些停車格不見了 不見了之後呢 本來是停轎車的 現在變成長條型 一條一條的遊覽車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2021年的時候 出現了空照圖的狀況 所以表示他2021年的時候 出現了這個變化 換言之柯文哲這個土地 從他接手之後 到他們後來的耕耘的狀況 他就變成了現在遊覽車的狀況 這從空照圖是看得出來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質疑幾件事情 第一個 請問柯文哲現在有守護農地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要打臉的是什麼 我們要打臉是說 他有沒有逃漏稅的問題 當然有嘛 你本來是農地 你那個保護區特定農業地的 他繳的稅率 跟你當作營業用途 停車 你在收租 你的營業稅 營鎖稅你有沒有繳 這兩個稅率差多少 鄭大哥 營業稅5% 營鎖稅17% 兩個加起來22% 請問你有繳到22%的稅率嗎 一定沒有嘛 那你這麼多年沒有繳到這個稅率 補稅是應該的 但是第二個更重要的是 你違法的部分 你該猜的總是要該猜吧 你今天有聽到柯文哲談到關於 拆除還原這件事情嗎 沒有 那第三個我們探討就是說 這個東西違反了農發條例 這個東西也違反了這個區域計畫法 這些東西都是你柯文哲有違法的部分 但是柯文哲今天是輕描淡寫 把他帶過去 我補稅就沒事了 你現在討論的不是補稅 你現在要討論的是違法的問題 我就跟你講 柯文哲今天可惡的地方在哪裡 你注意看他的口氣 柯文哲今日表示 好幾年前因為負草的關係 他們總共五位醫生合買一塊地 一直沒有分割 現在查出來 現在查出來 好像是一位地主代表簽約人 去跟人家簽約 所以他說 他意思就是說 我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這個事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啊 現在查出來 好像是有一個地主去跟人家簽約嘛 你覺得白菜來什麼壓手 鄭達哥 這個我們幫柯文哲平衡一下 我幫他說明 因為這個之前 黃國昌在面對停車場 農木用地 然後被當作停車場使用 黃國昌講法也是我不知道啊 是他媽在這邊可以作證啊 對不對 黃國昌說我不知道啊 我怎麼知道跟我租土地的人 會拿去做這個用途 都推給爸媽 所以很有可能是黃國昌 把他變成叫戰守則了之後 交給了柯文哲 推給爸爸媽媽也不通 對 為什麼也不通 我問你 他買的時候 你剛才有讀給大家看 2008年他都去做停車場了 對不對 請問那個要不要收錢 有沒有營業收入 一定有嘛 地主是誰 對 二十四分之一 地主是柯文哲啊 二十四分之一 那請問他會不會收到收入 我也地主其中之一 他會不會收到收入 會啊 會嘛 那他收到收入 他怎麼會不知道呢 不然你收入哪來啊 而且從2008年到今年 至少已經15年了 來來來 沒有其實我講 柯文哲你買這塊地 不可能不知道 出一千五百萬 對 對不對 柯文哲是金打細算的人 他會不知道拿一千五百塊買一塊地 四年前一千五百萬 都要跟媽媽借成去登記 沒有 你買地離到現地 你買地到現地去看嘛 你看這不是田 可是他卻是農地 然後上面都是打這個柏油地 停車的 你一看都知道 這是農地 怎麼在停車 如果你是正義魔人 按照現在 所有的柯P的粉絲說 阿伯最守法 阿伯最清白 他當年知不知道 一定知道 知道了之後 他怎麼有那個臉皮去講賴清德 他認為大家不會知道 因為他是五個人合買 可以把前面四個人推到前面去 我不知道 我是受害者 受害者 那你現在咧 你要當正義魔人 最難弄的男人就是徐清晃 沒有 你要當正義魔人 你要把他敲掉 而且我告訴你 我們以前在部隊的演習 我們去壓人家的田 我們被罵死 為什麼 你把我的好田壓死了 對 那個不好種 所以我們還要派阿兵哥去幫他 把那個土弄鬆 爬鬆 要爬鬆 不然他說你這樣壓下去 我明年沒有辦法播種 我們還去幫他爬 你覺得他那個柏油路會去把它刨掉嗎 不可能的啦 一個月六萬塊 不可能的 他就說反正那就補稅嘛 我就補稅嘛 不是補稅 你是嚴重傷害台灣農地的一個管制 這是特地農業區 這是糧田 這是耕地 你把耕地變成停車場 你把耕地壓到種不失東西來 你還說你疼惜農民 所以柯文哲這件事情不是繳稅 你要實實在在地跟索農民 就是說他裡面有一個地方上在看的時候 會覺得說你五個人去買這塊土地 你五個人去買這塊地 偏偏這塊地 他是特地農業區 那他是特地農業區 說實話 鄭大哥 特地農業區的價格 其實是比一般的農田價格來的差 一般的農田因為可轉手性高 特地農業區受限制多 所以一般的農田 農地價格會比較好 所以特地農業區 你想當時他去買 五個人去買的原因是做什麼 他一定不是會是要傳承給後代子孫嘛 傳承給後代子孫怎麼可能說 我去找范老師創造哥一起去買這塊地 到後代之後 不是一大堆產權糾紛嗎 所以呢 這個一定是投資的目的比較強 那大家就會問說 為什麼他投資的目的 很簡單 這在過程裡面讓大家會認為 他是租金在養地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民國九十五年的時候出來的 新竹市都市計畫 投錢西沿岸地區的細部計畫書 換言之 如果他買這塊土地養地到後面 真的讓他都市計畫成功 變更成功的話 那塊地就是標準的農地變建地 土地變黃金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那一塊地 大家在看的時候 會懷疑說 你是不是養地的意味比較重 所以你去找一塊 價格比較便宜 但是如果一旦翻身之後 變都市計畫過後 他的身價就會變長很多 然後今天你知道有網友 因為他不是去摔人家賴皮療嗎 你知道今天有網友到我臉書上面來 把柯文哲的這個田改成說像這樣 用AI做的田 上面有這個遊覽車 然後旁邊是田 然後他們取了一個名字叫做柯皮田 柯皮田 柯皮田 也就是你要這樣去摔人家 對不起同樣的摔也會回到你身上 因為你本身自己在居住正義 這四個字上面 你也沒有做好